历经股市几轮牛熊,风云变幻 最近越发认同这么一句话 投资是认知的变现 所谓认知就是我们怎么认识社会 怎么认识市场 怎么认识公司 怎么认识自己 所谓变现即投资的亏 盈亏取决于我们的认知 看得高,看得远,看得准 投资必然赚钱 看错,投资就会亏损 用庄家思维捕捉马骨良机 欢迎大家来到MG 说马骨 认识社会 比如说从2020年1月份开始 疫情的影响波及到身边点点滴滴 认识到除了应对变化 也无他法 早晚也都建立了和疫情伴随的生活方式 或者商业生态 而不是被动做的 这个与快慢没有关系 慢的人到现在也一年半了 他没有改 只是说自己 只是只能说明自己认知狭隘而若无乐 那么认识市场 比如说我们认识到股市 其实是企业股权交易的场所 股票代表的是企业的股权 买股票其实就是买生意的一部分 我们就要选好公司 比如说我们理解了市场先生的比喻 懂得了市场短期是投票机 长期是称呼机的道理 就不会迷乱于市场的波动 就不会迷惑于股价的涨跌 认识公司 比如说马来西亚从1990年以来 越来越多的好公司 优秀的公司 它的股价未必如想象度那么好 庄家效应开始慢慢普及 如果能早一些明白 庄国效应的道理 投资者早就在很多公司 收获非常丰厚的投资回报了 不管是短期中期还是长期 想到了最近一个热 红线明明思一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翻倍 却不是大家眼中理想 好业绩好公司类型的股票 但是你打开图表一看 真的是满满的庄家 不服都行 现在的马股啊 真的不能只看基本面哦 好股是有庄则灵 没有庄再好的业绩 我也不敢进 同意的朋友啊 麻烦视频下方回复 六个六 我们再随便看一个业绩报表的手套 比如说大家熟悉的 Toglet从去年10月份到现在 跌了50多巴仙 没有庄家在 再好的股票图表上都会令人安然 所以如果还没有庄家概念的朋友啊 不要着急 我给你准备了一个专门讲解 庄家的运行行踪的视频 获取的方式已经在屏幕上 直接WhatsApp发送 Bank到017-268356就可以获取了 好我们接着讲 认识自己 比如说弄明白自己的能力圈在哪里 比如说搞清楚自己意识的获利是运气好了 还是说能力所致 赚钱不一定是我们的认知正确能力强 也许只是运气好啊 但是亏损则必定是我们的认知错误能力不足 同意的朋友啊 在视频下方回复333 回顾我自己的股市经历啊 在2014年到2015年一年的时间 A股市牛市里啊 我也曾赚了5到6倍的利润 但是2015年下半年的金融危机中啊 唯吐了大部分了 起初我认为是自己运气不好 后来我认识到是自己的认知和能力的问题 就像看到别人的成功 我以前总不以为然的想 如果我有那样的机会也会成功 然而随着月力的增长 才明白没有谁可以随随便便成功 首先你有眼光识别机遇吗 其次你有能力抓住机遇吗 同样的时代 同样的社会 同样的环境 同样的条件 有的人看到机会多多 有的人奋斗拼搏 有的人看到困难重重 有的人怨天尤人 面对资本市场 有的人看到不参与资本市场的风险 有的人只看到参与资本市场的风险 股市机会永远有 只看我们有没有眼光识别它 有没有能力抓住 比如说去年还是马股首桃股的行情启动以后 我更加确信马股需要用技术面来确认 看着庄家一天天进驻 我意识到当时是一个大行情 从4月中旬我进驻了Supermax 加上中间出来再进赚到也有好几百巴仙的利润 后面的课程也在8月份的时候开始都会有出奖风险 当我们很多会员已经冷静出场的时候 却有很多小白不断的往上手套屋里穿 手套骨雀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调整 直到现在回度了接近50%的利润 对于顶部追进去的新手 很多都被套直到现在 看到机会 但不一定能抓住机会 兑现机会 这其实就是认知不到位 没能力 没水平来赚这个钱 正是认识到投资是认知的变现 这个道理 我知道自己必须读书 我明白自己必须学习 向大学学习 向高手请教 在这个无限可能的时代 我不担心没有机会 我担心的是自己没有眼光识别机会 是机会而不见 我更担心自己能力不够 纵使看到了机会 却没有能力把握机会 实现人生的跃进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我不担心自己学不到东西 我只担心自己学到一点东西 就沾沾自行 妄自尊大 这自以为是的态度会阻碍我们继续前行 会在我不经意间埋下人生惨败的福利 投资一买一卖很简单 投资买什么 买什么价位买 什么时候卖 其实是我们对社会 对市场 对公司 对自己一系列认知的体现 其实不简单 投资 投资短期赚钱也许容易 但长期持续的赚钱就极不容易 投资 功夫在室外 视频讲述到这里 我希望能帮到你 片尾再送你一个小彩蛋 最近马股的行情很关键 变化很快 加上Fibon财报来信 个股满天飞 但是抓住它们就不那么容易咯 所以Homily每周末都有体验的股票课程 从股市的政策面 消息面 基本面 资金面 还有技术面 来进行综合的研判 同时也会分享下周行情的一个分析要点和注意事项 那么你呢 可以直接WhatsApp Preview 这个单词到017268356 我会把上周的video和下周的课程详情都发送给你 好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的朋友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点赞和分享视频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